各位 苹果手机的口碑 iPhone15在中国崩了啊 一个是因为华为 发布的这个Mate 60系列 太过于抢眼啊 比如说在信号的强度上呢 是吧 在这个卫星通话方面呢 整个的呢 可以说是真的是遥遥领先 苹果15发布了以后呢 大家发现一个是工艺不行 对吧 这个摄像头尽灰 而且呢信号呢一如既往的差 这是苹果最受诟病的 而且现在也成了一个 这个骁龙888那样的火炉子了 发热严重 苹果的手机口碑一崩呢 销量在中国不知道 要这个少多少了 苹果也急了啊 现在出来一群人啊 有组织的又在黑华为了 而且这个点黑的是非常的奇特 他们竟然想出来了 说这个华为的信号强 是因为华为的手机使用了悉性大法 把这个基站周围的信号 都让华为手机给吸走了 太好笑了啊 好吧 咱们先给大家透露一个内幕的消息啊 有人说这个在非凡大师系列上 没有用上麒麟的9100啊 这个芯片很遗憾 可是呢 内部的消息说呢 其实呢 麒麟9000S芯片里边的这个分为五个档次啊 非凡大师应该是用的满血的体质最好的 其实就相当于9100了啊 那么比如说根据封测厂传出来的消息 麒麟9000S呢 会把体质差的逐渐降级为中端芯片 这样就代表着 NOVA系列会用上麒麟9000S的残血版啊 NOVA12使用的是残血版 售价呢 才2000多块钱 NOVA12 Pro使用的是中端版 售价呢 是2999 NOVA12的Ultra是用的正常版 加昆仑玻璃 加卫星接收 售价呢才3699 你看这个华为 它的这个芯片啊 其实呢是有体质好的 有体质弱的 就像那个CPU的芯片一样 有的是属于大龙 是可以超频的 一超频超好多 是吧 就这个意思啊 你看厉害吧 其实CPU的 比如说英特尔的i5及i7 其实就是同一个电路出来的 i5和i7的区别 就是因为i5有很多电路坏掉了 把坏区做封闭 隔离就成了i5 同一条生产线 同一块硅晶片 出来的产品 因为有部分有瑕疵 就会降级使用 你知道吧 CPU有上亿个晶体 不管坏了也能用 就说 其实709000S 是有五个档次的 所以大家如果能买到 非凡大师系列的话 那个用的就是最好的芯片 就这意思啊 那苹果的这些果粉们 赶紧出来替这个苹果来撑腰啊 要不然的话 这口碑崩得太厉害了 你看这位 这位这文章写的就是 遥遥领先 喊再大声也没用了 美企的先发优势 越发明显 无奈的现实 无奈的现实还是啊 你看怎么说的啊 说苹果在高端手机市场地位强势 可是在中国可不强势了 现在说品牌生育 因为苹果啊 历史悠久啊 备受这个消费者喜爱 在吹A系列处理器的性能优势 现在也没看着有什么优势了 但是这个发热 一定是比华为的麒麟是有优势了 是吧 说iOS系统呢 安全优势 更加封闭 有好的保障啊 说这个性能 你看看安卓手机就落后于苹果和高通 价格不匹配 销量啊 难以竞争啊 什么还什么 就又又谈到了特斯拉 你说你谈谈这个苹果手机 又谈到了特斯拉 你看了没有 明显这是一枚吹啊 无奈呢 他吹的太过于低端 所以很多的网友看不下去了 说你吹苹果手机的安全 那我问问你啊 苹果手机既然这么安全的话 对吧 这个为什么俄罗斯被赶手 斩手的那些高级军官啊 以色列的黑客是怎么黑进去的呀 对吧 你问问他们是苹果LS是安全 对美国人安全 对别的国家的人可不见得安全 所以你看这种 哎呀 硬掰的文章啊 这个属实比较低级 硬黑的属于啊 还有你看海外的这帮 独轮运的啊 传谣造谣的精神病们 把这个墙内的一些黑华为的一些 这个材料又传出来造假了 说墙内通信人 遥遥领先的大厂不就是华为吗 滥用通信协议 上报假的数据给基站 获取更多的资源 达到信号更好 网速更快的假象 啊 代价就是严重影响其余人的网络质量 占用大家本身均分的网络调度资源 你看到没有 这帮这个造谣的 传谣的精神病 竟能想出来 华为的手机有黑魔法 就是吸星大法 什么吸星大法呢 就是华为的手机啊 会把别人的流量吸到他自己的手机里来 让基站只给他开这个特殊通道 达到了其他手机的六倍 就是华为的手机和电信运营商一块造假 欺负别的手机 那就是欺负苹果 没那意思 你说这群 这个果粉们啊 也可能不是果粉吧 也可能是这个独轮运啊 可以说是 真是一帮傻缺呀 啊 你说 没有华为在场的情况下 那苹果手机的信号也不行啊 啊 感情华为还有这他娘的黑 这叫什么武功秘籍呢 华为手机还有吸星大法 搜搜搜搜搜 把别人的流量都吸过来了 一群他娘的偏执性的精神病啊 说通过造假获取最大的调度资源 不公平 这对别的手机不公平 要坚决打击 我认识啊 这群人我觉得应该是到精神病院里面去报报道吧 好吧 好吧 咱们再看看真正的这种智能助手方面的差距吧 Siri和华为的小易 小易小易 我在 放个烟花 嘿 Siri 放个烟花 我依然很喜欢当年的小蜜蜂烟花 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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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见了 是Siri拿你当猴耍是吧 你看人家华为的小易 是吧 好吧 咱们再看一下这个搞笑的啊 苹果对华为啊 拍的跟黑客帝国似的 我就是喜欢烟花香 me too let her go your logo looks interesting looks like a rotten apple what shall you say Run Mr.Name run you're outnumbered we never leave our own behind you got guts coming here alone he's not gonna make it i didn't bring any weapons but yet i can still beat you with this Mate 16 how is this happening how are you gonna do that with a chip like that you've got a long way to go the chip you have doesn't fit well with us then why is every chinese person using an apple eventually the whole world h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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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ve made everyone use your whole usb 2.0 oh one more thing america doesn't represent the world even though we don't represent the world but you see us everywhere they waited 10 years for you to just have that type c socket he's the world's most amazing smartphone he's the world's most amazing smartphone we'll see about that he's the one yeah yeah kaburjima nindedle handoffun nappurda churnya he the yin 这次是把三星黑得最惨的一次 三星的手机全都是炸弹 哎呀太棒了这帮人拍的 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